当着老公的面 婆婆讨好事的说 卧室里的桃子 闻着真好吃啊 老公说 对啊 那就是专门给你吃的 我同事老家带来的 好吃着呢 婆婆卑微的看了我一眼 小柔没发话 我都不敢吃 我头也不抬的说 那现在我发话了 你别吃了 婆婆一愣 皮笑肉不笑的硬着 脸色极其难看 这就是我的绿茶婆婆 最擅长装娇弱 半可怜 一 结婚第四年 婆婆终于打入了我的小家庭内部 名义上他这次是帮我们应急 来带孩子的 但实际上他是另有目的 一是来好好调教调教我 让我知道 怎么当个孝顺的儿媳妇 二是摸摸我这个小家的底 尽量帮他小儿子捞一笔 是的 我嫁入了中国婚姻中 难度加倍的家庭模式 我老公是长子 他还有个弟弟 当初办婚礼的时候 就因为婆婆怠慢我娘家人 闹得非常不愉快 办完婚礼 我们小两口就回到了工作的城市 这些年 只有我老公史文博 在跟他父母联系 我从没跟他回过老家 甚至连公婆的微信 电话都没有 其实这么过自己的小日子 真的挺爽的 因为婚礼时 公婆做事太绝 所以史文博也不敢要求我什么 再加上 婆婆没有伺候过月子 仅仅在孩子满月的时候 来看了一眼 还提了一大袋饼给我吃 连只土鸡都不舍得带过来 即使史文博有心缓和 我跟公婆的关系 她也开不了口 二 我和史文博是校园恋 她是我的学长 我俩谈婚论嫁时 她妈表现得确实不尽如人意 当时结婚 我爸妈对史文博是很满意的 史文博说 她家条件不太好 所以我父母在彩礼和房子上 都没做要求 结果却被婆婆认为 我家世上赶着嫁史文博 她儿子有本事 没钱没房 就娶到了媳妇 按照当地习俗 婆家的婚宴上 会招待去送亲的娘家人 当时送亲的娘家人 坐了一桌 公公婆婆挨捉近酒时 却刻意避开了娘家人 两人不仅没打招呼 连杯酒都没敬 我当时找上去问婆婆 为什么这样 她立马解释说 妈也是第一次操办 这样的大事 疏忽了 我气不过 你没吃过猪肉 还能没见过猪跑吗 谁不知道 办婚礼的时候 娘家人是贵客 还能丢在一边不管吗 她理亏 就开始抹眼泪 说自己头发长见识短 得罪了娘家的贵客 史文博拉着我 不让我再说下去 老公的婶子站出来 打了圆场 忙拉着她和公公 去给我娘家人敬酒 第一次结婚 我也不想闹得太难看 也就作罢了 但那以后 双方父母没有任何来往 逢年过节 也不相互问候 直到史文博的外婆去世 婆婆竟然打来电话 支支吾吾的说 想让我父母前去奔丧 说不去的话 她会被其他亲戚笑话 我直接抢过电话 拒绝了 质问她哪来的脸 让我父母跑这一千多公里的路 事后 我也没跟着史文博回去 本来就跟她外婆不熟悉 去不去全看婆婆的为人 自此 我就在她嘴里落下了不笑的名声 三 这些年 孩子一直是我父母帮忙带的 但上个月 我父亲摔伤了腰 卧床不起了 眼下急需有人来 带我两岁的儿子米宝 我主张请个阿姨来 家里安装监控 随时可以查看孩子情况 虽然花的钱多点 但好歹是一对一地带孩子 我能更放心 但史文博不这么想 在她看来 这是一个修复婆媳关系的绝佳机会 所以她极力向我推荐她妈 在我提出N种方案之后 她还是不放弃 始终论 要不先让我妈过来试试 行 事实就是事 见我答应了 史文博显得十分高兴 我知道 如果不让婆婆过来带带孩子 很难堵得住她的嘴 我也知道 我婆婆来带孩子 必定会作妖 如果婆婆 借着给我带孩子这事 跑来拿捏我 那我就要一次性解决她 让她不敢再折腾我们 四 果然 婆婆从一下火车就在作妖 史文博说 她在火车站看到婆婆时 心里也咯噔一下 她打扮的花枝招展 脚踩高跟鞋 除了一个巴掌大的小皮包 一件行李都没带 史文博问 你的行李呢 婆婆笑盈盈的说 哎呀 妈来得太着急了 没顾得上收拾行李 史文博不好再说什么 她心里也清楚 这是借口 毕竟三天前 她就给婆婆说了 买火车票的事 三天 够收拾一火车皮的行李了吧 到了小区门口 我婆婆非要买点水果 史文博觉得压根没必要 但我婆婆却说 我要是空着手进你们家门 小柔会不高兴的 然后她就买了两斤梨 提进了我家 我看着婆婆 一件行李都没带 再看看史文博无奈的表情 心里已经大概明白了 我忍不住感慨 摆下了史文博的这番努力 婆婆还是不争气啊 吃了晚饭 史文博提议大家下楼转转 也好让婆婆熟悉一下 小区的环境 可让婆婆逮着机会了 她立马抢着推六娃车 出门刚走了两步 就崴了脚 哎呀 妈穿的这个鞋不行 推小车不好走路呀 别把孩子给摔了 那你到底咋想的 你来带娃还穿高跟鞋 我不想计较这么多 只要她能把孩子带好就行 算了 我的鞋你也穿不进去 我给你重新买一双 一听要买新鞋给她 婆婆立马没开眼笑 那你买双便宜的就行啊 别买太贵的 我没再吭声 史文博估计也觉得 婆婆的算计太明显 一路上没再有过好脸色 五 晚上我从网上给婆婆挑了两双鞋 让史文博挑一下哪双好看 结果史文博不耐烦的说 你看着买就行 我无所谓 她当然无所谓了 婆婆不带行李来带娃的目的太明显了 史文博也觉得脸上挂不住 我没拿去给婆婆挑买鞋这事 我只需要史文博记着我的情就行 随手一点 我给婆婆买了双最普通的老人鞋 她那么爱打扮 爱时髦 穿着这鞋肯定不喜欢 不喜欢就对了 也不能怪我对婆婆有敌意 毕竟结婚的时候 她没少挑我的刺 找我的麻烦 奈何那时候我就是个恋爱脑 觉得我嫁的是史文博这个人 又不是嫁给史文博他妈 结婚了个过个的就行 也得让别人赔两生 孩子从小没和婆婆待过 身份的很 为了让孩子适应一下 我向单位请了三天假 就是这三天 再次让我见识到了婆婆精湛的演技 六 一天三顿饭是必须吃的 婆婆不爱做饭 或者说婆婆不爱给我做饭 不管我买啥菜 婆婆都是娇滴滴的说 哎呀 这个菜咋炒啊 你就随便炒呗 我吃饭不挑 哎呀 我炒的蔡文博都不爱吃 不爱吃 那她是和西北风长这么大的吗 说实话 我也不想让婆婆炒菜 她做啥菜都是一个味道 我自己做饭速度也很快 有和她拉扯的功夫 一个菜都能出锅了 但是 这种拉扯是必须的 如果我爽快的去做饭 在婆婆眼里 就是我人啥好欺负 因为我在家 所以这三天 基本不用婆婆做什么家务 婆婆就躺在沙发上玩手机 刷短视频 时不时还借口手机没电了 去卧室充会点 你保则乖巧的在围栏里玩耍 偶尔要妈妈抱抱 但婆婆有自己神奇的生物中 史文博下班前一小时 她会开始到处搜罗脏衣服 然后放进洗衣机 提前洗完了都不会拿出来晾 一等到史文博回家 婆婆立马会从晾衣架上 取下头一天晒干的衣服 再忙着从洗衣机里 掏出洗好的衣服 一件件晾上去 且得一阵忙活呢 每次晾晒完衣服 婆婆就有意无意的喊累 小小个家 一天活还不少呢 我这真是老了 一到晚上就腰酸背痛 史文博不明就理 觉得婆婆来确实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你看吧 我妈来确实能给你帮不少忙呢 不是帮我 是帮你 孩子长这么大 你家人第一次出手帮忙 之前可都是靠我父母带的 史文博一愣 对对对 帮我帮我 气 三天假期很快就结束了 正式把孩子交给婆婆钱 我买了一根家常的手机充电器 当着史文博的面给了婆婆 妈 我看你爱玩手机 总是回卧室充电也不方便 这个充电器的线够长 你躺在沙发上就能充电了 还有这个眼药水 是缓解眼睛疲劳的 你看手机久了眼睛 肯定不舒服 试试这个 好用得很 婆婆脸上白一阵红一阵 看了他儿子一眼 立马解释道 我就这两天玩玩手机 你不在家我 肯定得带孩子的 顾不上玩的 妈 你少看点手机 米宝正式好动的时候 别让他磕着碰着了 史文博开口劝婆婆 好好 我知道婆婆忙不迭地硬着 因为家里没提前安装监控 亲奶奶来了 我也不好再要求装 就只能回家多观察孩子的情况 很快问题就来了 婆婆独自带了三天孩子 米宝就红屁屁了 我和史文博下班回家 看到米宝的尿不湿 鼓鼓囊囊的 都快坠到地上了 我解开尿不湿 发现孩子的屁股 起了好多尿疹 又红又痒 米宝急着用手去挠 米宝从小几乎没有红屁屁过 但婆婆带了三天 就变成了这样 我忍不住抱怨 妈 我不是说了 米宝的尿不湿得勤换吗 你看看 他屁股捂成啥样了 我听说这尿不湿一片 得好几块钱呢 就没急着换呗 我还不是为了给你省钱 文博挣钱也不容易 婆婆一肚子委屈 我趴地把手里的尿不湿 摔在地上 我挣的钱不比史文博少 我俩挣钱就是给孩子花的 省下来干嘛 省下来贴补你小儿子吗 我知道婆婆总是用各种理由 问大儿子要钱 贴补他小儿子 说完我瞪了史文博一眼 抱着孩子进了卧室 史文博32岁时才当上爸爸 他对米宝非常疼爱 可他并没有在数落婆婆 而是进了卧室 开始劝说我 你别生气了 妈也是好意 她是米宝的亲奶奶 还能故意害孩子不成 不管她是怎么想的 总之米宝现在 是因为她才受这份罪 你要是还觉得你妈委屈 你就自己都上尿不湿五一五 说不定就能误出道理来了 爸 婆婆来的时候 没有带换洗衣服 就等着我们带她去买 刚来的第二天 我就从超市 给她买了内衣裤和家居服 毕竟跟孩子在一起 还是得注意个人卫生 但出门穿的衣服 婆婆忍不住了 主动提出 让我们给她买衣服穿 这边天气凉啊 我也没带个外套来 明天你们带我去市场 买两件衣服吧 去那种批发市场就行了 婆婆不停念道着 我低头没说话 余光瞥见史文博黑着脸 看了她一眼 不是不给她买 她要是带着行李来 待上几天我也会带她去逛街 给她买几件衣服 这是人之常情 也是儿女孝心 但偏偏 婆婆生怕我们不给她买衣服 所以干脆一件都不戴 这不是往我嘴里塞恶心吗 逼着我买 和我主动买 真不一样 见我们谁都不吭声 婆婆开始抹眼泪 人老了真是没用 出门连衣服都会忘了哪 竟给儿子添麻烦 听听 给儿子添麻烦 我冷笑了一声 就算表明了我的态度 史文博听不下去了 不耐烦地说 买买买 明天就去买行了吧 说完就进了卧室 我问史文博 你妈这些心思 你是真看不懂 还是假看不懂啊 懂不懂的 那都是我妈 我还能怎么办 史文博美好气的说 我算是明白了 他的情绪和态度都是有的 但是不会有任何行动 就 史文博最烦逛街买衣服了 第二天出门前 他试探性的问我 要不你陪妈去买衣服 我看孩子吧 我乖巧地点点头 这个建议正合我意 要是史文博 这个宽口袋陪着去 指不定买多贵的衣服呢 那行 我去了还能给妈参谋参谋 婆婆明显更想让儿子陪着去 但奈何她来这几天 小心机显露得太明显 实在不够给儿子长脸的 所以史文博对她 也没那么伤心了 我最听婆婆话了 就按照她说的 来到了批发市场 这里的衣服 一百块钱能买好几件 妈 我们平时都在这买衣服 便宜又实惠 您随便挑 别客气 婆婆明显对这个购物圣地 不太满意 我听说王府警百货里 好衣服多 每天我们也去逛逛呀 行啊 那类衣服可上档次了 我妈上次来 光一条连衣裙 就花了两千多块钱呢 婆婆一听脸色难看了 其实我妈压根没去 王府警买什么连衣裙 我就是要让婆婆心里不平衡 谁让她这么会算计来着 婆婆摆着脸色给我看 我假装看不到 最后她挑挑剪剪 总算选好了 就这四件吧 老板说四件最低一百六十 婆婆慢悠悠地掏着包 半天没把钱包掏出来 该我上场了 我拦住她 妈 我来付 不用你付 婆婆也不跟我客气 板着脸把掏了一半的钱包 又塞了回去 我笑呵呵地开始掏我的包 掏出了纸巾 钥匙 公交卡 却独独没有钱包 糟了 我没带钱包啊 没事没事 手机也可以支付的 老板娘善意提醒我 哎呀 手机也落在鞋柜上了 老板娘看看我 又看看婆婆 我也极其无辜地看着婆婆 婆婆脸如僵尸 怒气隐约浮现 算了 我自己来 婆婆连掏袋甩地付了钱 这是她那天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之后整整两天 她都没再搭理过我 那天我是故意没带钱包和手机的 就连公交卡 我都不想带 十 六月份的天气 太阳可真够毒辣的 我和婆婆大老远坐公交车去 又坐了公交车回来 脚都站妈了 婆婆胖 等几下公交车的时候 她脸色通红 大汗淋漓 好不容易到家 一进门我就大喊 可算回来了 可死我了 我端起水杯一阵蹲蹲蹲 史文博看着我那副可怜样 不忍心了 怎么回事 你俩没买瓶水喝吗 婆婆冷着脸不搭枪 只顾坐在沙发上喘气 我可怜巴巴的说 今天都怪我 忘带手机和钱包了 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那妈呢 妈也没带钱吗 我委屈的看了一眼婆婆 妈带钱了 衣服钱都是她自己付的呢 都怪我不好 史文博回头问婆婆 你带钱了 还舍不得买瓶水给小荣吗 这么热的天 她大老远陪着你去 你可真够可以的 史文博一连串的抱怨 让婆婆彻底爆发了 她像个炮弹似的 搜一下就从沙发上弹了起来 破口大骂 她想喝水 为什么自己不带钱包 为什么不带手机 我看她就是故意的 故意不想给我买衣服 我这人吧 是类识尽体质 婆婆说两句话的时间 我就挂好了泪猪猪 我委屈的拿起手机 妈 你故意不带换洗衣服来 不就是想逼着我给你买衣服吗 我把钱转给你 我哭哭啼啼间 戳穿了婆婆的小酒酒 史文博一把抢过了我的手机 冷着脸对婆婆说 转什么转 我之前给的钱 够你买多少件衣服了 婆婆总以为自己技高一筹 却不知道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滩上 区区茶意 谁不会呢 十一 买衣服的事 让婆婆气可不顺了 只要她儿子不在家 她都对我冷着脸 但当她儿子在家的时候 她就表现得诚惶诚恐 好像看我脸色一样 我压根无所谓 当年史文博第一次带我回家见父母 提前一周就跟婆婆打了招呼 但当我俩到的时候 婆婆偏偏不在家 愣是让我俩在大太阳底下 等了一个小时 最后婆婆姗姗来迟 手里拎着点凉菜 说是怕我吃不习惯 专门去给我买了点好吃的 一顿粗茶淡饭之后 婆婆掏出个红包 硬是塞给了我 其实我们这边不讲究这个的 但你第一次上门 我怕你妈妈不高兴 还是给你个小红包吧 婆婆这句话说的 让我哪也不是 不哪也不是 最后还是史文博把红包塞进了我兜里 回家以后看 原来婆婆真的给了个小红包 里面二百块钱 鼻子都气歪了 谁家老人眼睛能这么小 竟然连儿子见丈母娘的红包都要拿 从这两件事情上 我就应该知难而退的 但那会儿我傻呀 觉得史文博这人不错 反正以后是跟他过日子 不跟公婆一起过 既然现在婆婆非要凑我脸上恶心我 那这日子不过也罢 十二 史文博在学校里读书 把脑子读傻了 他那会儿根本察觉不到 他妈茶香四溢 婆婆总是在史文博跟前说 自己当时生他有多不容易 供他上学有多不容易 但实际上史文博学习特别好 他从本科开始拿各种奖学金 还在外面带家教 挣了不少钱 这些钱他一个单身狗根本花不完 就都攒起来给婆婆寄回去了 就连他上大学的学费 都是用了助学贷款 后来他读了研究生 家里也没帮他还助学贷款 为此还影响了他的征信 一直到参加工作以后 他才知道这事 赶紧把助学贷款还上了 婆婆的小儿子是个穷人家的二十组 小儿子初中就辍学了 据说当时婆婆就差给他跪下了 他还是死活不肯去学校 让他好好询问手艺吧 他也不肯 天天想着做生意挣大钱 前前后后开了三家店都倒闭了 但即使这样 小儿子还是婆婆的心肝宝贝肉蛋蛋 我和史文博结婚的时候没车没房 后来买房让公婆帮忙凑点 他们一口一个没钱 最后硬是一分钱都没出 但我们买完房没多久 公婆就立马在老家 给小儿子全款买了一套房 还给做了精装修 不被疼爱的孩子最懂事 史文博挺体谅他父母的 觉得父母不给他添钱买房子 是因为手里真的没钱 但后来他爷爷去世 他回了趟老家 他亲眼看到了 父母给弟弟买个又大又漂亮的房子时 才被刺激到了 那个时候他也渐渐明白 父母不是没钱 而是没那么爱他 13 房子的事在史文博心里结了疙瘩 又蠢又坏的婆婆 当然不知道这些 他还要作死 时不时在史文博的雷区上蹦打 当时我们家这房子 是我和史文博自己看着买的 婆婆呢 就想挑挑毛病 摆摆做长辈的架子 也不知道你们当时咋想的 会买这套房子 你看看这个彩光 一天连两个小时的太阳都晒不到 我的原则是谁出钱了 谁就有发言权 一分钱没花 那就闭上嘴巴靠边站 没办法呀 我们当时没钱 我冷笑了一声 感叹着婆婆的愚蠢 是啊 那时候我们连七八的钱都借不到 能买这样的房子已经不错了 史文博冷冷的回了一句 婆婆拭去的闭了嘴 不知道他有没有后悔的 想扇自己两巴掌 我听文博说 小叔子的房子又大又漂亮 是吗 我故意往史文博的伤口上撒盐 没办法 他只有够疼 才能记住事实 还行吧 老家的房子便宜 所以就给他买了大点的房子 再说了 你和文博在外地 我们也指望不上 以后还要跟着小儿子过日子呢 婆婆阴阳怪气的说 文博虽然出不上利 但是钱可没少出呀 这些年 他不一直都在给你们打钱吗 再看看你小儿子 不出钱不出利的 你老两口还得倒贴 戳到了婆婆的短处 他立马就不高兴了 拉下脸来说 那没办法呀 谁让文博有出息呢 有出息就活该吃亏吗 我看文博不仅吃亏 还不落好呢 爸妈的心思呀 都在小儿子身上 根本不心疼文博在大城市打拼 有多不容易 你看他年纪轻轻的 都有白头发了 史文博一声不吭 我的话 字字都是他心里所想 又不能说出口的 婆婆看我开始挑拨了 就急着辩解 你别胡说 文博是我的第一个孩子 我最疼的就是他了 我笑了笑 可是 说跟做事两码事 毕竟钱在谁身上 爱就在谁身上呀 十四 我知道 结婚以后 史文博每年都会给他爸妈打钱 但我从来没有问过 他到底打了多少钱 因为他每个月大多数工资 都交到了我手里 剩下的那一点 随他自己怎么处理 我也吃不了多大的亏 男人吧 你越逼他 他越觉得你强势 不需要他疼惜 同时他还会觉得父母可怜 连儿子的一点小钱都花不到 所以在可控范围内 由着他去 大家都没那么累 而且在社会上历练了几年 史文博的脑子也渐渐清醒过来了 他也能大概看懂 女人之间的那些暗戳戳的手段 同时他也明白 我跟他才是真正的利益共同体 我俩打拼下来的产业 就是我俩人的 以后只会留给自己孩子 而不论他父母存多少钱 买多少套房子 最终很有可能 多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 不过很多男人到老 都不愿意明白这个道理 甚至不愿意接受 父母不爱自己的真相 史文博就是这样 虽然他父母的这些手段和心思 他自己是一清二楚的 但他就是不愿意主动戳破 顶多语言上发泄两句 该给的钱却是一分不少 15 公婆当年给小儿子买房的时候 就没少打我们的主意 先是婆婆打电话给史文博哭诉 说自己身体不舒服 史文博也从来不管他 史文博气急了 你自己有工资 我还打钱给你 这些钱难道不够你去看病的吗 你放着我地不着 大老远的找我 我能怎么办 婆婆本意是想要一笔钱的 但贪得无厌 难免惹人恼怒 婆婆没要到钱 就换公公登场了 他更直接开门见山的说 你弟要买房了 你能出多少钱 史文博和我买房子 用了公积金贷款 我俩每个月得还着贷款 公公知道这个情况 但他还是开口了 在我看来 真是其心可诛 史文博说 我一分钱都拿不出来 他说的既是实话 也是对父母做事不公的抱怨 我们那时候刚搬进新房子 连买房贷装修 手里确实没什么钱了 公公早就想好了方案币 既然你没钱 那你就给你弟弟担保吧 我问过银行了 担保就得找你这种 有稳定工作的 史文博没有立马答应 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拒绝 于是就跟公公说 找我商量一下 当他告诉我 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很快过了一遍脑子 对史文博这个大笑子来说 既不出钱 又要拒绝担保 他可能有点摸不开面子 如果我不当坏人 不把责任揽到我身上 他很可能半推半就的答应帮忙 不管出钱还是担保 对我们都没有好处 于是我就给他分析 不管是哪个银行 担保的时候 都得夫妻两人去签字拍照 你能做得了自己的主 但你做不了我的主 而且 现在银行已经不允许异地担保了 你爸的这个方法根本行不通 他们三个人攻一套房 总比咱俩人攻一套房容易吧 何况你老家的房子也更便宜呢 我的话打动了史文博 第二天他如实告诉公公 说我不同意担保 公公知道我是个硬石头 没法抢求 16 周末去商场吃饭 史文博先问婆婆 妈你想吃啥 婆婆就说 随便我吃啥都行 史文博又转过来问我 你想吃啥 我也回他 随便我吃啥都行 于是史文博就替大家做了决定 他说 那就去吃你爱吃的那家穿菜吧 婆婆一听这话 脸当时就拉下来了 史文博这种大直男 当然不会明白 在婆婆心里 这时候吃屎都行 就是不能吃我爱吃的 一顿饭婆婆吃的闷闷不乐 一会儿咸菜咸了 一会儿咸菜辣了 我心里明白这是为什么 就只是笑笑不说话 开车回来的路上 史文博高兴地跟我讨论 新车的各项功能 这车是前段时间刚买的 婆婆还没有死心 眼下话在嘴边 婆婆怎么会放弃这好机会呢 我俩正兴高采烈地讨论着 婆婆就慢悠悠地插话了 你弟弟上班的地方离家远 他也想买车来着 就差三万块钱 你俩是亲兄弟 你都开上车了 你弟还可怜巴巴的 靠两条腿跑路呢 我立马接过话查来 有多少钱就办多大事呗 不够买车 那买辆摩托车也行呀 年轻人还怕吃这点苦吗 再说早起一点积极公交也挺好的 安全还省心 婆婆直接脑了 那你咋不去挤公交呢 你为啥还要我儿子每天车接车送呀 原来史文博每天接送我上班这事 也让婆婆心里不爽快了 她越不高兴 我越高兴呀 我笑呵呵地说 那没办法呀 毕竟这车有一半的钱是我出的呢 我凭什么不能让她接送 婆婆气急了 在车里吼道 那他俩还是亲兄弟呢 凭什么不能出钱给弟弟买车 就凭我没钱 史文博怒了 大喊了一声 车里没人再说话了 十七 婆婆来了不到一个月 数次企图作妖 都被我硬生生按了下去 她心里不服气呀 她心里有气呀 我和她推着孩子去买菜 从我俩面前走过一个宝妈 白皙的脸上有三颗雀斑 真的只是三颗 我看得清清楚楚 婆婆趁机说 这女人呢 脸上一长斑就完蛋了 要多丑有多丑 夏天的大太阳 都没婆婆的嘴毒呀 她这是在笑话我呢 生完孩子 我脸上长了黄鹤斑 一直没削 弄不赢我就想着人生攻击 婆婆只敢指三骂怀 我却敢单刀直入啊 还好吧 总好过你这种满脸横肉的 人看着都嫌疑的慌 我婆婆这一脸横肉 切吧切吧 能炒两盘 我又没说你 你急什么 婆婆气冲冲的嚷道 我也就随口一说 妈你怎么还当真了 我不嫌不淡的硬着 你就没教养 哪有这么和婆婆说话的 婆婆的大嗓门 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 妈你有教养 你有教养 干嘛说人家脸上有斑 难看 说完我就指了 指过来围观的那位宝妈 宝妈听明白了 立马瞪了婆婆一眼 婆婆一看 我丢她的脸 气急败坏的一个人回家了 我推开家门的时候 婆婆已经呜呜员员的 给史文博哭上了 我看看这形势 火候也差不多了 该收网了 十八 其实从一开始 婆婆来帮忙带孩子 我就知道她居心不良 所以答应让她来 我也是居心不良的 她只是想在自己的功劳 不上天上一笔 好借机情感勒索 道德绑架我们 力求为小叔子 争取更多利益 而我也想让史文博 没有优先考虑孩子的感受 婆婆的到来 确实让米宝受委屈了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婆婆的心思 正是我猜测的那样 所以她的每次蠢蠢欲动 都在把事情 牵引到一个 对我有利的局面 她越是找茬 越是想要钱 史文博就会越厌烦她 男人都懒 他们并不想在家庭矛盾上 耗费精力 而婆婆就在制造矛盾中 一点点消耗了史文博的耐心 想必看着自己亲妈 没完没了地作妖 史文博也该后悔了吧 后悔不该把这尊大佛请过来 后悔当初 为什么没有直接找个保姆 毕竟 花钱能解决的事都不算什么 我家庙小 既然成不下 那就只能把他请出去了 十九 我进门 把孩子塞进史文博手里 就开始和婆婆理论 你从来我家开始 就各种找茬 原本打算你走的时候 给你赚点钱的 你偏按纳不住 把你儿子当提款机 天天查余额 查缝起手 大家都是明朗了 无须再演 婆婆也彻底撕破了脸 我花我儿子的钱怎么了 轮不到你来管 转脸 他又开始骂史文博 当初我就不同意你跟他结婚 他简直就是母夜叉 他骑在我头上 我连话都不敢说 你不敢说话 那你现在是在干嘛 放屁吗 我压抑这么久的怒火 也该冒一冒了 我一脚把垃圾桶踹飞 指着婆婆说道 我不会后悔 自己嫁了个什么 我就是要让你们后悔 你们取了个什么东西 人气急了的时候 真是连自己也骂 婆婆气得不行 冲上来推了我一把 我肯定得还手呀 一把推过去 他就摔到门上了 米宝哇哇大哭 史文博抱着孩子上来拉架 场面极其混乱 最后他生脱硬拽 把婆婆拽进了屋里 我抱着孩子 进卧室睡觉去了 当天晚上 婆婆就收拾好了东西 第二天大清早 婆婆哭哭啼啼地拎着包 被史文博送上了火车 我没有觉得自己大获全胜 因为婆婆哭着走了 这对一个儿子来说 是很难受的 即使史文博知道 错在婆婆身上 但他也会觉得 为什么我不能忍一忍 这就是大多数男人的思维方式 二十 婆婆哭着离开我家 这无疑是 给我和史文博之间埋了一颗雷 虽然嘴上没有明说 但史文博肯定不会怨自己 为什么要接婆婆来 只会怨我 为什么要逼婆婆走 从他的角度上看 他会觉得我太强势 对他妈不够包容 果然 婆婆走后 史文博自己去小屋室睡了 他用分床睡的方式告诉我 他对我不满意了 在一起这么久 史文博在其他事情上 都能顾及我的感受 唯独他父母对我再不好 他都能容忍 可他能忍 我不能忍 这到了洞真阁的时候 就试探出史文博的态度来了 无非就是天大地大 爹妈最大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这句话 就是史文博的座右铭 成年人不做改变 只做选择 与其等着地雷选好日子再爆炸 不如现在就引爆他 以绝后患 我先是自己找的阿姨 帮忙带着米宝 解决了带孩子的问题 我才能安心解决史文博 史文博这几天跟双打了似的 闷闷不乐 我无暇在顾及他的情绪 毕竟造成如今的局面 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明知道婆婆是什么样的人 还非要在这时候把他叫过来 不仅没帮上忙 反而搞得家里一团糟 他本来有很多机会告诫婆婆 不要跟我找茬 但他都没做 正因如此 婆婆才敢一而再 再而三地针对我 他本是罪魁祸首 但最后不花而散了 他竟然给我示威 怪罪到我头上来了 果然 人不能对他太好 狗不能喂得太饱 现在我想得很清楚了 往后的日子 我不想和婆婆一家人 有任何来往 但这对史文博来说 是不可能做到的 只要我和他在一起 他都会自作聪明地 修复婆媳关系 遇到矛盾 照样霍西尼 顶多虚张声势两下 就认为自己是 夫妻的好老公了 权衡再三 我向史文博提出了离婚 为什么要离婚 我们还不至于 史文博很震惊 因为我不想和你的原生家庭 再有任何来往 我不同意 史文博气呼呼地说 能协议离婚最好 如果不能 那我就起诉离婚 结果都一样 你看得办 他垂着脑袋 不再吭声 被迫离开的人是婆婆 那史文博 就会对婆婆心存愧疚 如果被迫离开的人是我 史文博就又会埋怨父母 拆散了他的小家 人都是习惯 把责任归到别人身上的 21 几番试探和拉扯后 史文博始终不愿意 答应离婚 我只能找他长谈 我知道我们感情 没有出问题 但我不想再做 史家的儿媳妇了 我都把我妈送回去了 我们为什么还要离婚呢 史文博不明白 我离婚的用意 因为只要在婚姻内 我就始终是你史家的儿媳妇 而离婚了 我从法律上 就跟你父母没有任何关系了 而且你妈之所以敢反复拿捏我 不就是你给的底气吗 你但凡硬气一回 我也不至于受这么多气 史文博急着保证 以后遇到这种事 我肯定硬气行不行 小柔 我们从大学到现在 感情一直很好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有了家 有了宝宝 现在你不要我了 我该怎么办 自始至终 我都是爱你的 小柔 我们让这些不愉快的事 都过去吧 史文博近似祈求的话 并没有改变我的主意 爱我之前 你还是先学会 怎么爱自己吧 我继续劝说他 如果你还不同意离婚 我就只能辞职 带孩子回到我父母身边去了 两地隔那么远 他肯定不想我赌气辞职 带孩子走 我见他还是不松口 也不想再纠缠 不久我申请了单位的宿舍 带着孩子搬了出去 家里只剩下史文博了 或许摆脱了家庭束缚 情感乐所 道德绑架 史文博才能知道 自己想要什么 发现我搬走后 史文博很快打听到了我的住处 他每天下班了 都会跑到宿舍楼下来等着我 但我知道 他就是等成一座忘妇时 这婚都得离 这栋宿舍楼住的都是单位同事 我不想把私事闹到单位 就提前休了年假 带着孩子躲回了老家 我短信告诉史文博 在离婚之前 我不会再让他见孩子了 终于 史文博妥协了 我从老家赶回来 和他协商离婚的事 半个月不见 史文博像是老了五六岁 胡子拉叉 面容憔悴 我心想 终于轮到他内耗了 虽然史文博心里万般不情愿 但第二天 他还是顶着俩黑眼圈 跟我一起去了民政局 孩子的抚养权归我 离开民政局时 史文博拉住我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 我也反思了 确实是我做得不好 才会让你在压抑这么久之后 选择爆发 虽然没能挽留住你 但你和孩子在这边无亲无故 我永远都是你们的靠山 我现在很清楚 只有你跟宝宝 才是我最亲的人 听他说了这么多 我也有些动容 结果又被接下来的话给逗乐了 如果你以后要再婚 我肯定就是地表最强小三 你宝就是我的助攻 22 我拍了张离婚证的照片 微信发给了史文博的舅妈 史文博他妈 作为大姑姐也是很失败的 他跟这个弟媳的关系 早就水火不容了 这是史文博家 唯一一个跟我有联系的亲戚 舅妈收到照片 很是惊讶 连忙打了视频过来询问 我流着眼泪 委屈地哭诉着婆婆的种种行径 以及我和史文博 在大城市过日子的不易 畅聊两个小时 信号成功传递 婆婆来给我带孩子 他家亲戚都知道 如今没带多久 他又回了老家 亲戚们肯定会好奇怎么回事 山高路远 婆婆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肯定会使劲抹黑我 与其这样 我不如传递点正确的消息 给他的亲友 而且婆婆那么爱面子 又爱看别人家的笑话 现在不如撕下他的遮羞布 让别人也看看他的笑话 毕竟离婚 在史文博老家 还是很严重的事 舅妈果然不负众望 不到一周 婆婆就哭着给史文博打来了电话 她说好多亲戚都在问 史文博是不是离婚了 甚至邻居们都在传 是他逼着儿子儿媳离婚的 他非要大儿子 给小儿子买车买房 所以大儿媳跑了 婆婆也曾试着辟谣 但大家言之早早 说亲戚们都见着离婚症了 他小儿子谈的女朋友 也是当地的 竟然也听到了这消息 那个女孩可不恋爱闹 一看这家人品不行 家底也不行 就把他小儿子给踹了 婆婆情绪激动 史文博却更加麻木了 他告诉婆婆 我们是真的离婚了 至于老家的事 他也管不了这么多 这句话又唤来了婆婆的一阵哭天腔地 23 你为什么会把离婚的事 告诉我舅妈 史文博看孩子时 淡淡地问 就是想让你家亲戚知道真相 让你妈丢脸 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坦诚 史文博点点头 没再说什么 离婚后 史文博没安稳多久 就开始天天来找我 他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每天来接我下班 即使我提前溜号 他也会出现在宿舍楼下 和每一个路过的同事热情地打招呼 下班啦 对啊 我看看小柔跟孩子 还没吃饭呢 这不小柔还没让我进去呢吗 他可真是大大方方 一点不好意思都没有 男人的脸皮厚起来 的确刀枪不入 当着同事的面 我也不好 总是不让他进门 就显得很被动 后来同办公室的大姐劝我 别跟自己过不去 该干的活还是得让他干 毕竟他欠你的 我一想也是哈 有免费的长工 干嘛不用呢 因为他的工作不用做班 所以一有空就跑来看孩子 到了宿舍 他就抢着带孩子 干家务 亲切又殷勤 妈妈上班太累了 你保就跟爸爸玩呀 伸手不打笑脸人 这真是对我的考验 离婚前我心里很清楚 我俩相处十年 感情一直很好 史文博又是很执着的人 就算离婚了 他也不会不管孩子的 即使离婚后 他有了新欢 或者回归父母的怀抱 我都能接受 毕竟我自己有稳定的工作 我带着迷宝 也能生活下去 人生走到岔路口 往左或者往右 都是出口 而我要做的 就是走到这个岔路口去 我爸妈给我弟买车了 史文博一边拖地 一边说 情绪看着有些低落 我挺心疼他的 承认自己不被父母疼爱 是艰难又痛苦的事 你不用羡慕你弟 他有的 你不都有了吗 他没老婆 你不也没老婆 你们兄弟俩 一样一样的 我损他 史文博无奈地笑了 我打算买房了 我告诉史文博 离婚时 我没要房子 只要了一笔钱 好啊 首付够吗 不够我给你 不用了 我自己想办法 怕什么 我给儿子的 那好啊 转账吧 史文博挺能挣钱 他在经济上 给予的任何支援 我都来者不拒 统统接受 反正这些 迟早都是他儿子的 从此 我就过上了 又当又利的生活 既花着史文博的钱 又不当史家的儿媳妇 不知道曾经的婆婆 如果知道这些 会不会被气死 番外 熬过疫情 我买的房子 总算交房了 史文博忙前忙后 出钱出力 总算帮我把房子 装修成我想要的样子 这套房用了商贷 我还贷的压力不小 他一减轻 我还贷压力为理由 多次提出复婚 但我拒绝了 婚姻在我眼里 从来都不是一纸证书 结婚证困住了很多人 他们准着结婚证 却同床一梦 醒来后 还要用证书维持体面 有结婚证 婚姻不一定幸福 没结婚证 也能把日子过下去 人生苦短 怎么舒服怎么来 每个月 史文博都会把房贷 以抚养费的名义转给我 他这几年的收入 基本都用在了 给我装修房子 置办家具 供养孩子上 每隔一段时间 他还会把手里 存下来的钱 转到我名下的 另一张卡里 那张卡曾是我和他结婚后 专门用来存小金库的 我不爱看书 却在客厅 做了一面墙的书柜 设计了温馨的阳光书房 史文博是个书呆子 他试探我 你又不爱看书 做这么大书柜干嘛 空着呗 空着好看 他乐呵呵的不再说话 拉着米宝 开始分配书柜 爸爸一层 儿子一层 两人忙得不亦乐乎 很快 史文博搬来了他的书 填满了我的书柜 我养了两只小猫 在宽阔的阳台上 种满了花 煮茶 晒太阳 惬意的很 哎 咱俩还是复婚吧 不要 我的全部身家都给你了 不复婚 我没安全感 你爸妈不来打扰我 就是你最大的安全感 好好好 如今 我和史文博的父母 已经五年 没有任何来往了 甚至连米宝 都没让他们见过 想当爷爷奶奶 去找小儿子去吧 因为疫情的原因 五年间 史文博也只回了两次老家 其余时间 逢年过节 他都是在陪我和米宝 春去秋来 一花落进一花开 看向远方的路 日子过得畅快 才能不辜负自己吃过的苦